日前一名女网友到台中沙路一间知名海鲜餐厅 用餐后PO文抱怨 说13人吃饭结账付了4万1 在网上引发讨论 事发时餐厅业者低调没多做回应 不过就在深夜业者脸书PO长文 公布女网友当天全部的菜色价格 还有遭到质疑的四道海鲜计价方式 从最贵的龙虾老板公布女网友 当天是点两只一两230元总共1万2 换算总重量52两左右 至于螃蟹当天是点了三只沙公 一只沙母一两120元 共9510元 换算总重量79两 也提到干煎鱼是野生澎湖赤鼻一两75元 共2430元 换算总重量32两 最后的清蒸石雕当天称重是3740元 一两算100元 换算总重量37两 业者也提到每种海鲜食材都有分新鲜等级 还有重量大小的成本计价方式 强调店内渔货都是自家澎湖渔船捕捞 每天机场直送 这回脸书上公开食材成本 和详细称重 13人吃海鲜花4万亿 贵不贵再次引发讨论